下着小雨并不影响逃货 偶尔踩到小水坑 见起水花也别有情趣 水中的寺院很美 这样的体验令人难忘 小篓子 这个袋 这个皮包 五千块钱 太民族 还是那个好看 那个看了多少钱 漂亮 没坏是吧 两万多 一千块多块钱 就有点稍微小贵 两万块钱 完全是树 这个树的自然的那种 这一个树砖 对 然后大哥是 这正值是吧 这瓶子的形状 刚好参置花挺漂亮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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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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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很漂亮 很美 日本 很美 昭和 昭和40年 這就是英國 這就是雲南大街 這很珍惜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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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女 很美 這是酥姐 大家好我是吴晨 现在正在逛东四跳蚤骑士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 逃逃老货逛逛市场 喜欢我的频道吗 请点赞和留言 大家的支持 是我们制作更多精彩视频的动力 波普图案 老的铁皮 一千米盒里边满满的温柱 这是什么时候的吗 这是昭和 这是昭和的 这是桃子所以这里带来 是的 谢谢 这个招牌其实是日本传统的谐音双关语 秋在日语中读作Aki 无读作Nai 组合起来的AkiNai刚好是生意买卖的意思 因此通过省略秋 这块招牌传达了全联营业的意思 这是一种巧妙又亲切的语言游戏 体现了店主可爱的幽默感 欣赏一下 这不是材料的 它就是一环一环套着 待会儿过去 打一下 小香料做得特细致 挺好 香的 我觉得柿子的那个挺好看 还有什么好玩的 这是烟盒吗 嗯 扁扁的 是吧 这是烟 对 放烟 先讲究 你看这里面 对挺讲究的 嗯 这边是银箔 对对对 时间太久了 挺好吃的 黄金这在干嘛的 这不是把伞吗 一眼就是把伞吗 小伞哈 对对对 应该算是个装饰物吧 你看 你看 这插花的 你看能立住吗 如果能立住的话 那就是一个玩具 玩具是吧 这是什么年代的呀 这好多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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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年代的呀 这是什么年代的呀 中国国六十五年是啥一年呀 四五十年前呢 下雨了 我们在东寺的小分院的一个寺院的门口 避避雨 下去 嗯 木头的那个门 梅子都出来了 那天我拍过 现在都结果子了 哦 那个花我看到了 你发过了 对对对 好看 哎 那边 你看那边 后面还有一颗 红色的 我看那个是 那颗好看 哦 真好看 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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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摊主给我们讲 可以去他的工厂 精油工厂 去建学 就是参观这个工厂 好像挺有意思的 就在京都附近 这小谷挺好玩的 嗯 就搁鱼缸里的飘起来可以的 通心的应该 哎 在你们家的那个养那个买的这个 不好看 觉得还挺好看的 哇 密密麻麻 密麻麻 这树纸的吧 小丑 树纸的 嗯 这猫真漂亮 这猫像古画里的 嗯 这一套挺好看的 他东西好吧 嗯 这个花瓶也漂亮 嗯 也好看 是吧 就像古画里的 这是个老东西 嗯 不错 那我们价格 那我们价格 等会我们价格 稍微有一点 嗯 他没有一个尾巴差一点 啊这店主说这是皮丘 我没听错吧 我没听错吧 这个是叫皮丘吗 跟我平时看的皮丘的样子 不太一样 哦这还有字 哇 李朝かと思ったら日本的 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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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元是李朝的民间 一样的 这是放什么呢 这个你要自己有房子自己可以买 买点这种 这都是他们家东西都是古董的 这好东西 哇这个也好漂亮 很可怕 好 谢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